太多的烦恼 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个微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只要真逍遥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会保护重要 我要公道 没有公道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 靠全都拥抱 女人 没人 听见 先生你好 请进来 方儿 请 找个人有什么事 阿南 如果欣雷凌林找你给我 你能不能不去 为什么 你欣雷凌输给我 以她的性格 就算你武功高過她多少也好 她也不會輕易認輸的 真的不想看見她受傷 就當你幫幫我, 好嗎? 那這些話你為什麼不跟雷碧說 反而要跟我說? 其實我勸過她了 不過她不聽我說 看來我爹說得沒錯 我爹曾說過女人是武士的最大障礙 因為你們根本不明白 什麼是決鬥的精神 什麼決鬥精神? 你們當初決鬥不是因為… 沒錯, 我當初跟梁碧的比武 的確是為了你 後來我見到梁碧, 她這麼積極去備戰 我才真正明白到 這次的比武不僅是為了一個女人 而是我跟梁碧 兩個男子漢之間功夫的比試 方而, 明天的比武勢在必行 你約了明天的比武? 沒錯, 就約在她家門口 她沒有跟你說嗎? 有些時候, 男人為了自己的自尊 是連命都可以不要的 更何況, 明天只是一個功夫的比試 方而, 如果你真的喜歡梁碧的話 我希望你不要阻止她 你應該支持她, 不要反對她 你明白嗎? 方而, 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你還在做甚麼? 這個木頭車就是我們的賺食家賊 我已經做了一整晚, 漂亮嗎? 看來你的手勢也不錯 要不然我家裡窮, 我早就做了工程師 好吧, 現在萬事俱備 隨時都可以開工 選個好日子, 就可以開張大吉了 春少爺 春少爺 你穿得這麼漂亮, 你去喝嗎? 我今晚學校有個舞會 你懂得跳舞嗎? 我哪有懂 不過我買了一本書回來看 待會兒我補一下應該可以 不跟你們說, 我約了人 好 春少爺, 拍拖了 你又怎麼知道? 你看看他, 走路也這麼好笑 所有拍拖的人都是這樣的 我一定沒猜錯 你這麼厲害, 那你又不去, 輸了嗎? 要不然我家裡窮, 我… 我知道了, 你早就做了嘛 是這裡了 阿林 明天就是你跟梁碧的決鬥日子 做好準備 爹, 阿藍在這十天裡 每天練舞八個小時 到前兩天, 才沒有繼續練下去 那為甚麼沒有繼續練? 因為爹曾經教過我 決鬥之前, 一定要養精蓄銳 把自己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好, 阿藍, 做得好 無論明天結果如何 你都一定可以做到 爹的要求 爹, 你第一次跟人決鬥 是甚麼時候? 爹, 由十七歲開始 就立志成為武林中的強宗之強 十九歲, 我已經是通門之冠 離開師門之後, 到處找高手比武 二十八歲 我已經經歷過五百多次打鬥 尾曾敗過 之後, 去過日本、朝鮮 直到三十歲那年, 才回到中國 我, 完成了我, 人生中最後一次打鬥 三十歲, 應該是二十年前 爹, 那你最後一次決鬥是輸還是贏? 輸 那次是爹, 你生人唯一一次戰敗 輸, 誰還可以打敗爹你呢? 爹, 誰還可以打敗爹你呢? 沒理由的, 難道不是這裡嗎? 沒錯 森譽… 森譽, 你幹什麼? 喂… 幹什麼? 下來 鬼鬼鬼祟祟的, 偷偷東西嗎? 雷春, 我們現在放了你 不過你不要再犯了 否則我們一定會告你 雷春, 發生什麼事? 不是, 問了你半天你也不會說的 你放心吧, 森少 我們倆都相信你不是那種人 當然了, 這個世界 哪有些像我弟弟的書蟲 打了胎子, 會偷東西才行 說都沒人相信 剛才以為大頭綠衣, 問問問問貢 森按住我, 他的頭真的大了 哥哥, 我想自己一個靜下, 我先走了 碧少, 我們也早點回去吧 你明天要一早起床 如果再遲到, 那個叫什麼男的 就會發神經了 黃耕藝術學院? 是呀, 乖女兒 媽媽千辛萬苦很難 才幫你取得到這個名額 他們知道生日很嚴格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你一定是好好把握, 知道嗎?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後天出發 這麼快? 是呀 怎麼樣, 乖女兒 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是呀 女兒, 不要再想其他事了 你不是答應過媽媽 要成為一個出色的舞蹈家嗎? 現在就是你走進藝術殿堂的大好機會了 是呀 琥珍 妈咪 为什么我要河江谈 河江谈好古呀 乖女儿 你知道吗 妈妈小时候家里很穷 有很多想学的东西都学不到 妈妈曾经跟自己说 等将来自己有个女儿 一定要让她学最好的东西 你明白吗 嗯 妈妈有她愿望 希望大过之后 能够成为一个舞蹈家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乖女儿 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实现这个愿望 嗯 真是妈妈的乖女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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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少, 那天我忘了送給你 你穿著它打, 會舒服一點 雪兒 雪兒 差點 來, 梁春 來吧 梁春 應該請吃飯了吧 對了, 梁春 我們幾個很久沒吃一頓好了 今天這頓要吃得好一點 我還有事要做 你先去吧, 待會兒來 我們現在先去點菜, 好嗎 好… 等了嗎?走吧 快點吧 姐姐被你害死 看見我的貨 看見我的貨 是 真是 來吧 臨壁幾招之路 一定會中招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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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打他… 打他… 我 太棒了 太棒了 你十三大寶是擅長大開大閒 你要攻他的斷亡 用自己的強悍去重擊對手的弱點 千萬不要因為義氣用事 和人家的長處強行爭勝 有時勝負的關鍵 並不是在於誰強誰弱 而是視乎誰可以掌握到天使和地利 撕交 撕交 猿 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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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太好了 別打了 你的功夫跟誰學的 你用的是榮春拳 你用的是榮春拳 碧少 恭喜你, 你贏了 你到底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輸的是你, 不是榮春 那我會怎麼樣? 你到底有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你知我現在有感受? 好, 既然大家不合得, 不如分手 好 好 方小姐 你是不是有甚麼想跟我說 你怎麼說啊? 關於迫笑的? 其實是關於我和她之間的事 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 一直不知道跟誰說好 所以我就想起你 那你儘管說吧 幾天之後, 我就要離開香港 在外國讀書了 你又要離開? 迫笑知道嗎? 我沒有跟她說 為什麼?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可能以後都不回來 那你要跟她說, 讓她有心理準備 你也不認識她, 是不是? 我怕自己會捨不得她 所以才沒有跟她說 我不明白 小饅頭, 大家都是女孩子 我想你應該很明白 和自己心裡的人分開 是一件很難受的事 況且我真的沒勇氣面對她 你可不可以幫我 這些是你和碧小子之間的事 我…我又怎麼能幫你 這是我離開的時間和地點 你可不可以幫我 究竟通知她 那可不可以幫我決定 為什麼?要我幫你決定 女孩子的直覺很準 我想你應該很清楚 因為這件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事 可不可以幫我 是呀, 梁師傅 我經常聽你提起黃師傅的事 他現在在哪裡? 自從二十多年來和師傅一別之後 一直都沒有去到家裡消息 這麼多年來, 我曾經也有疑惑過 為什麼師傅一直都沒有跟我聯絡呢 直至近年, 我才明白到師傅的心境 你明白黃師傅的心境? 背負尋找詠春全人的責任 就有如千斤之重 如果有一天, 我梁某找到適當的人選 又可以將我畢生所學的傾郎相守 或者我像師傅一樣 放下一切, 就可以逍遙自在 你不明白嗎? 事出突然, 未有準備 招呼不到, 重慶你別介意 前輩, 你太客氣了 來, 喝茶 來, 喝 華叔 行了, 小曼頭, 梁碧呢? 碧少一直在花園 一句話都不說, 你去看看他 淑兄, 你先坐一會 我出去看看梁碧 好 很快就回來了 小曼頭, 你幫我招呼你 謝謝 你的功夫, 跟誰師傅學的 你用的是詠春拳 所以我發個勢 我一隻什麼拳學 就不學詠春 我會用我智葬拳法打贏我爹 你應該會載你 你一般不學 那太不合修 你買她 我可以說 去看看梁碧 咱說 說 iOS 你一定是不合奮 好 ном 你一定是嗎? 你等一下 好 林碧, 想不想知道 以前的梁棧是怎麼樣 好, 等你想知道的時候, 再找我 好 華信, 不如在這裡休息一下 好, 梁師傅 梁師傅, 其實詠春拳為甚麼會有一紙單純的傳統 相傳是雍正年代 滿人為怕漢族武夫會助大威脅朝廷 就派人火燒少林寺 還把少林秘笈據為己有 當時始終的女真各散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本門的師祖五梅師太 五梅師太擔心朝廷日後 會利用少林武功來欺壓我們的漢人 就立心要創出一門 來剋制少林武術的功夫 好, 隱居了這麼多年 終於被五梅師太誤出一套和少林武術 大相異同的絕學出來了 其後五梅就遇上 賣豆腐的閻榮春 她被惡霸欺負 就出手救支 最後還把閻榮春收為為徒 不然她為了不讓人知道 這套拳法的來歷 五梅就要閻榮春研手戒律 不可以把這套功夫 隨便傳出去 只可以以一字單傳 五梅死了之後 閻榮春也患上了重病 為了不想讓這套拳術失傳 就將她傳授給她丈夫 梁伯仇 直至閻榮春去了世 梁伯仇就將這套蒙榮的武功 以她妻子的命名 視為榮春拳 原來榮春的名字是這樣的 在梁伯仇之後 榮春拳接著傳授給梁凡貴 然後我師父王華寶 最後就傳到我手上了 聽梁師父這樣說 其實榮春這個一字單傳的傳統 就是因為怕朝廷追殺 那現在清朝也不存在 還有什麼好怕 爪前華, 傳統就是傳統 我梁讚既然得恩師傳承大任 我又怎可以先自去改變 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不過… 周朝廷華, 我也希望你 了解我的苦衷 梁師父, 我只是隨便問問 你別不開心 唐大夫還在等著我們的藥用 不如我們先回去吧 走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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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會給我唱嗎? 好嗎? rão их 好嗎? 沒錯 晚餐 啊, 碧少 華叔, 我想知道我爹要請你怎樣 梁碧, 在這個心目中 你爹是一個食股不化的老頑固, 對吧? 如果我告訴你 你爹以前是一個古靈精怪 終日遼氏鬥飛 比你現在還500元的年輕人 你會不會相信呢? 以你現在的反悶 和年輕人的阿賺比, 還差一平 想當年, 你爹娘在佛山 是沒有人不認識的小霸王 自小, 阿賺的為人就疏財仗義 好打不平 一看到看不過眼的事 都一定會出手以武力解決 小爺, 別打了… 小爺, 你怎麼站這麼遠呢? 小爺, 小心點 這樣很危險的, 先下來吧 阿財, 你說, 寫什麼上去好? 寫什麼也好, 你下來再說 寫什麼, 來吧 阿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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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阿財 你爺娘懷谷, 我去自深前 擔心梁站會在外面被人打傷 所以偷偷地叫二通才 天天地跟著她 又有什麼要動 就趕快賺錢為她搞定 阿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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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了 那些人在錢份上 就個個都假輸給梁站 久言久之 搞得你爹真的以為自己是天下無敵 更加變得目中無人 終於有的人 得罪了龍形魔窯的小掌門 人稱小王爺的少年高手 兩個人一言不合 就約定要公開決鬥 還簽了身死狀 當這件事傳去梁站父親的時候 令梁老先生大動肝火 出政法子也要阻止梁站出戰 甚至為他安排暫備風頭 只是當時的梁站心高氣傲 又怎會對父親的話聽得入耳呢 就寧願跟梁老先生反面 也要堅決跟小王爺決一死戰 梁老先生當時已經抱病在身 因為擔心梁站 寧願霧減風寒之險 也要出去觀治 梁老先生 梁老先生 走 遇到出筷子街的時候 已經看到梁站被小王爺打到五六七傷 梁站到了這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自己一直隱以為榮的一身功夫 當他遇到一個真正的高手的時候 竟然會不堪一擊 梁站被小王爺打到重傷 跟將他整個人拋到台下 梁站從小到大 又何時好像試過今天那樣 被人當眾侮辱呢 他寧願死, 都要走上台 跟小王爺再決高下 這個時候, 梁華谷因為受了太大的刺激 一時血氣翻湧, 就嘔吐了一大堆血 梁站上前帶他父親 看到梁老先生氣藥游屍 已經去到貧死的狀態 梁站到這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父親一直都是這樣關心他 但是一切已經是太遲了 爹…你醒醒了, 爹… 你們爹的死對梁站造成很大的打擊 從此就變得一蹶不振 整個人失了信心 還整天在他父親墓前借酒消仇 任意通財怎樣勸他 他都完全不聽 這個時候, 我接到你爹的死信 去到佛山 看到你爹變成這樣 整個心都感到很難過 梁站知道我的身分之後 就跪在這裡三入三爺 求我收他為徒 我知道梁站學會武功之後 一定會找小王爺報仇 所以我叫他答應我 不可以用詠春來解決私人恩怨 梁站也一口答應我 為了報答故日梁懷谷對我的恩惠 在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將梁站收為入門弟子 將自己的詠春拳教給他 梁站, 從今天起 你就是詠春拳的傳人 也就是我黃華堡唯一一個入室弟子 但是之前我要你謹記 詠春拳的傳統規矩 就是每代只可以傳給一個人 梁站, 你要記住 為了不要讓詠春拳落入 心術不正之人手上 將來在你選擇傳人的時候 一定要選一個自仁勇兼備的人 千萬不要輕率行事, 知道嗎 梁站知道, 梁站不會有附師父重託 以後會很小心去選傳人的 梁站 梁站 師父今天教你六點半棍 詠春拳也有棍法嗎? 為什麼沒有? 詠春拳有很多東西你知道嗎? 詠春拳最厲害的是什麼? 詠春拳, 每樣東西都不厲害 現在才教你六點半釣魚樂棍 遲些再教你八斬刀 看見到沒有, 慢慢離開 去吧 師父, 很難打 你這樣心浮氣躁 又沒有耐性, 當然耍不了 可是這隻鬼這麼長 好像沒甚麼力氣 連連有甚麼用 沒用 梁震, 你這人連笑氣盛 又喜歡跟人出頭 這套六點半棍 正好用來給你練習耐性 幫我打開 師父, 很難打 難?區區錯節你就放棄 梁震, 你怎麼成為榮春拳的傳人 還有更難的事情在後面等著你 還有更難的事? 梁震, 武功除了用來強身自衛之外 還有一組更重要的意義 就是尚武精神, 為國為民 我們歷代師夢的遺訓 每個身為榮春拳絕學的傳人 都要用本身的武功去造福人群 保護百姓 千萬不能容易滿足一己私慾 梁震 梁震, 你連這一點失敗也克服不來 又怎麼負得起這麼大的責任 明白了, 師父 明白了 好, 繼續練 行吧 是 掩盤棍的威力所在 乃是在於棍頭之三寸 要練成這種寸勁 實在是欲速而不達 你要給點耐性, 別怕失敗 反覆的練習才有成果 來, 用心練吧 梁讚亦沒有令我失望 短短日子就已經盡得我的真傳 雖然梁讚已經刻意低調 但是他的武功特非萬俊, 無人不知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小王爺的意中 他還向梁讚發出賤書 要跟他決個高下 梁讚得我同意 就答應了小王爺的要求 在筷子街, 再次一決痴雄 好, 小爺, 真棒 好, 小爺, 真棒 梁讚終於把小王爺打敗了 當大家都以為他會殺死小王爺 為父報仇的時候 好, 梁讚就選擇了放了他一條生爐 好, 我還記得當時我問過梁讚一句 好, 小爺, 師父 好, 小爺, 打得好啊 小王爺, 替你仇心似海 你為什麼還會放過他呢? 願願相報, 不是一個武者的風道 師父, 自從我跟了你之後 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功夫 我會用你教我的功夫 去做一個真真正正正, 受人尊敬的人 師父, 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在那一天, 我知道自己沒有收錯徒弟 所以梁讚日後一定成就非凡 梁讚雖然可以從跌跌之中爬起來 但是畢竟梁老先生多年 都是因為他的放任才而死 所以他對自己的子女 果然加管束, 也相當合理 華叔, 但是你教我詠春 豈不是破壞了一次單純的規矩嗎 所謂的規矩, 其實都是人定的 如果可以令你父子和好如初的 即使要我扶上這個破禮的罪名 那有什麼所謂 梁碧, 華叔可以說的可以做的 就是這麼多了 以後的路怎麼走, 就由你自己決定 我一直等待, 還是沒有改變 你眼中對我的敷衍 我一直等待, 還是沒有改變 我一直等待, 還是有極限的 在你心裡 我又似乎 我又似乎 牽動我的 絕緣 愛上了你 只有一秒的時間 痛苦 卻還沒有多少指點 何時再和你相約 在離開之前 看风月飘落在你身边 我爱的脸 妈咪, 为什么我要学钢琴? 学钢琴很累 乖女儿, 你知道吗? 妈咪小时候, 家里很穷 有很多想学的东西都学不到 妈咪曾经跟自己说 等将来自己有个女儿 一定要让她学最好的东西 你明白吗? 嗯 妈咪, 有她的愿望 希望大过之后 能够成为一个舞蹈家 但是,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乖女儿, 你可不可以帮妈咪实现这个愿望? 嗯 真是妈咪的乖女儿 很久不得了 我一直在这边 有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人 我一直在到这里 其实终于我 对 感伤 靈少 那天我忘了送給你 你穿著它打會舒服點的 好 娘 娘 應該請吃飯了吧 對了,娘 我們幾個很久沒吃一頓飯了 今天這頓飯要快一點 我還有事要做 你先去吧,待會來我們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點菜,好嗎 好… 等你嗎 好… 走吧 快點吧 你真的還單 姐姐被你害死了 看著我的貨 不是 你真是 臨必幾招之內,一定會中招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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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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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他… 他… 打他… 打他… 打他,打他… 你… 不… 你… 快 快 好棒 我們十三太寶是市場大開大合 你要攻他的斷亡 用自己的強悍去重擊對手的弱點 千萬不要因為義氣用事 跟人家的長處強行爭勝 有時勝負的關鍵 並不是在於誰強誰弱 而是視乎誰可以掌握天使和地利 你 打得很厲害 別打了 你的功夫跟誰學的 你用的是榮春拳 好… 碧少 恭喜你, 你贏了 你到底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輸的是你, 不是上阿楠 那我會怎麼樣 你到底有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你知不知道我有個感受 好, 既然大家不合得來 不如分手 好 方小姐 你是不是有甚麼想跟我說 你怎麼說 關於碧少的 其實是關於我和她之間的事 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 一直不知道跟誰說好 所以我就想起你 那你儘管說吧 幾天之後 我就要離開香港 去外國讀書 你又要走? 碧少知道嗎? 我沒有跟她說 為什麼?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可能以後都不回來 那你要跟她說 好, 讓她有心理準備 你也不捨得她, 是不是 我怕自己會捨不得她 所以才沒有跟她說 我不明白 小饅頭, 大家都是女孩子 我想你應該很明白 我跟自己心裡的人分開 是一件很難受, 很難受的事 況且我真的沒勇氣面對她 你可不可以幫我 這些是你和碧少之間的事 我…我又怎麼能幫你 這是我離開的時間和地點 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決定 你可不可以幫我決定 為什麼?要我幫你決定 女孩子是直覺很準的 我想你也應該很清楚 因為這件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事 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可不可以 просто 怎麼會被努力 你才會說 你告訴我 對了, 梁師傅 我經常聽你提起黃師傅的事 他現在在哪裡 自從二十多年來 跟師傅一別之後 一直都沒有去到家裡的消息 這麼多年來 我曾經也有疑惑過 為甚麼師傅一直都沒有跟我聯絡呢 直至近年 我才明白到師傅的心境 你明白黃師傅的心境嗎 背負尋找詠春全人的責任 就有如千斤之重 如果有一天 我梁某找到適當的人選 又可以將我筆身所學的傾郎相受 或許我像師傅那樣 放下一切就可以逍遙自在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事出突然, 未有準備 招呼不到 重慶, 你別介意 前輩, 你太客氣了 來, 喝茶 來, 喝 華叔 小曼頭, 梁冰呢? 碧少爺一直在花園, 一句話都不說 你去看看他吧 曹兄, 你先坐一會 我出去看看梁冰 好 很快就回來了 好 小曼頭, 幫我招呼, 不好意思 你的功夫跟誰師傅學的? 你用的是詠春拳? 所以我發覺我甚麼拳學 就是吳學詠春 我會用我自葬拳法 打贏我爹 你去看梁冰呢? 你去看梁冰呢? 我會用你去看梁冰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想不想知道 以前的梁棧是怎麼樣 那好, 等你想知道的時候 才找我 華信, 不如在這裡休息一下 好, 梁師傅 梁師傅 其實詠春拳 怎麼會有一紙單純的傳統 相傳是雍正年代 滿人為怕漢族武夫會助大威脅朝廷 就派人火燒少林寺 還把少林秘笈據為己有 當時史中的女真各散東西 其中一個 就是本門的師祖五梅師太 是, 五梅師太 擔心朝廷日後會利用少林武功 來欺壓我們的漢人 就立心要創出一門 來剋制少林武術的功夫 隱居了這麼多年 終於被五梅師太 誤出一套和少林武術大相異同的絕學出來了 其後五梅就遇上賣豆腐的嚴明春 他被惡霸欺負 就出手救治 最後還把嚴明春收為為徒弟 他為了不讓人知道 這套拳法的來歷 五梅就要嚴明春言守戒律 不可以把這套功夫 立戀傳出去 只可以以一字單純 五梅死了之後 嚴明春他也患上重病 為了不想令這套拳術失傳 就將他傳授給他的丈夫 梁博囚 直至嚴明春去了世 梁博囚就將這套蒙明的武功 以他妻子的命名 是為榮春拳 原來榮春的名字是這樣的 在梁博囚之後 榮春拳 根預傳授給梁凡貴 然後我師父王華寶 最後就傳到我手上了 聽梁師父這麼說 其實榮春這個一字… 就在這裡了 阿藍,明天就是你和梁碧的決鬥日子 做好準備嗎 爹,阿藍在這10天裡 每天練武八個小時 到前兩天才沒有繼續練下去 那為甚麼沒有繼續練 因為爹曾經教過我 決鬥之前一定要養精蓄銳 將自己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好,阿藍,做得好 無論明天結果如何 你都一定可以做到爹的要求 爹,你第一次和人決鬥 是甚麼時候 爹,由17歲開始 就立志成為武林中的強忠之強 十九歲 我已經是同門之館 離開師門之後 到處找高手比武 二十八歲 我已經經歷過五百多次打鬥 未曾敗過 之後去過日本、朝鮮 直到三十歲那年才回到中國 完成了我 人生中最後一次打鬥 三十歲? 這應該是二十年前 爹,那你最後一次決鬥是輸還是贏? 輸 那次是爹 你生人唯一一次戰敗 輸 誰還能打敗爹呢? 沒理由的,難道不是這裡嗎? 沒理由 沒錯 森渝… 森渝,你幹甚麼? 幹甚麼? 幹甚麼?拿來 鬼鬼祟祟祟的偷東西 問了你半天你也不說 你放心吧,春少爺 我們倆都相信你不是那種人 當然了,這個世界 哪有些像我弟弟的輸蟲 打了胎,會偷東西才行 說也沒人相信 剛才以為你大頭綠衣 問問問問貢 阿春按住我,他的頭真的大 阿哥,我想自己一個靜下 我先走了 碧少爺,我們早點回去吧 你的眼睛要一早起床 如果再遲到,那個叫甚麼男的 就會發神經了 王家藝術學院? 是的,乖女 媽媽千辛萬苦很難 才能幫你拿到這個名額 他們知道生日很嚴格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你一定有好好把握 知道嗎? 我們甚麼時候出發? 後天出發 是呀 乖女兒,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女兒,不要再想其他事了 你不是答應過媽媽 要成為一個出色的舞蹈家嗎? 現在就是你走進藝術殿堂的大好機會了 蛤? 是嗎? 是嗎? 你不是答應過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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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烦恼都来自争吵 太多的小李苍郎 让我不敢随便微笑 什么技巧 才能让我一个小小年后 单纯如同药 我知道这样不和谁比较 烦恼就一笔够小 我不是构心到脚的材料 你一个微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情致要真逍遥 我要功劳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回报不重要 我要功劳 没有功劳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靠全走 拥抱 好 员 你可不可以不去嗎? 為甚麼?你將雷碧會輸給我? 以他的性格 就算你武功比他高多少 他也不會輕易認輸的 真是不想見到他受傷 就當你幫幫我, 好嗎? 那這些話你為甚麼不跟雷碧說 反而要跟我說 其實我勸過他了 不過他不聽我說 看來我爹說得沒錯 我爹曾經說過 女人是武士的最大障礙 因為你們根本不明白 甚麼是決鬥的精神 甚麼是決鬥精神? 你們當初的決鬥不是因為… 沒錯, 我當初跟梁碧的比武 這次比武的確是為了你 後來我看到梁碧 他這麼積極去備戰 我才真正明白到 這次的比武不僅是為了一個女人 而是我跟梁碧 兩個男子漢之間功夫的比試 方而, 明天的比武勢在必行 甚麼? 你明天的話, 你要約明天比武? 沒錯, 就約在他家門口 他沒有跟你說嗎? 有時候男人為了自己的自尊 是連命都可以不要的 更何況, 明天只是一個功夫的比試 方而, 方而, 如果你真是喜歡梁碧的話 我希望你不要阻止他 你應該支持他, 不要反對他 你明白嗎? 方而, 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你在做甚麼? 這輛木頭車就是我們的賺食工 我已經做了一整晚 漂亮嗎? 看來你的手勢也不錯 要不是我家裡窮 早就做了工程師 好吧, 現在萬事俱備 隨時都可以開工 選個好日子, 這樣就可以開張大吉了 春少爺 春少爺 你穿得這麼漂亮, 你去喝嗎? 我今晚學校有個舞會 你會跳舞嗎? 我哪有, 不過我買了一本書回來看 等會兒我補一下應該可以 不跟你們說, 我約了人了 春少爺, 拍拖了 你又怎麼知道? 你看看他吧, 走步路也這麼好笑 所有拍拖的人都是這樣的 我一定沒猜錯的 你這麼厲害, 那你又不去 輸了嗎? 要不是我家裡窮, 我… 我知道了, 你早就做了嘛 我現在都是說, 我沒聽過 有那個子 不知道 沒有人 至少, 我來搜尋 他們有聳於